讲了一些 大家看那个43月 43月第19题 这个是经典题 外币确定诊诺 你可以选择现状的避险 你也可以选择购人家的避险 不管是选择哪一个避险 你最终就是那个远期汇率 就是你机器入障的金额 所以老师来讲一下 43月19题 好不好 43月19题 好 43月19题 他说新竹公司 它的功能货币是新台币 12月1号跟美国费城公司 签订了一个50万美金 要买机器的合约 约定 你看到这个约定 有没有 代表签了和约了 所以你没有看到预期这个字 这个不叫预期交易 约定 约定 签了和约了 所以这个叫做确定承诺 确定承诺 那这个确定承诺 你打算是要用50万去买机器 所以这个叫做外币确定承诺 那外币确定承诺可以选择公文价值币限 你可以选择现金流量币限 那第一小题他要做什么呢 公文价值币限 那第二小题他选择现金流量币限 不管是哪一个小题 最终那个机器的金额都会一样 然后他又说 假设他这个确定承诺 因为需要有这个美金 对不对 所以他工具是什么呢 Forward 远期买进合约 买进合约 涨就赢 敌就出落 那这个 他挑的远期价格就是那个90天起的 那个报纸的30.3 然后那个I 有没有 这个I 他是按月复利的 他说是0.25% 远期后又是要走线 好 那接下来就给了汇率 对不对 汇率不能看错 确定承诺 如果选择公文价值币限 工具跟被骗项目都要做分路 工具就是什么 币限工具之低 是吗 外壁确定承诺 对他供应家的避险 对不对 那个被保护的呢 那就是什么呢 其他的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负债嘛 对应科目就是被避险项目之 损利嘛 对不对 如果是选择 现在避险 那就是只能做避险工具的部分 对不对 被避险项目就不能做 处理 30.15 30.25 跟30.5 然后这边有这个30天 60天 跟90天 那我们要看到是90天 30.3 那如果我12月1号到了12月30号 那是不是经过一个月 那经过一个月我剩下60天 所以你不可以看30天的这个30.3 你要看60天的30.35 是不是 那其他不重要 对不对 所以远期合约 这个买进合约 是30.3 到30.35 对不对 最后到这个30.5 那我们要先来算 这个 他有没有针对极其价格指定币线 这个题目没有 所以如果没有讲 我们就不要去猜一个谜 就是整体指定币线 好 工具的部分 12月31号的公允价值 买进合约 涨了就赢了 涨 30.35 减掉 30.3 对不对 这个叫做涨 对不对 那因为买进来涨就赢 所以我故意把那个 后面那个写前面 好吧 那个30.3写前面 涨 然后去成立 这个 明目 本金 这个题目的明目 本金 这个明目 是 50万 USD 是不是 好 50万 但是我要走线 我在12月31号 认为3月1号我赚分值这么多钱 所以要折两个月 那这个月利率是按月复利 所以要两期 有1加0.25%的平方 也就是所谓的两期复利限值 要折两期 如果这样去算出来 这个工具的金额就是24875 那我们地点是0 对不对 那到了3月1号公允价值呢 30.3到30.5涨了 涨了就是赢 30.5减30.3 对不对 然后这个应该是 0.2吧 乘以50万 最后会等于10万 那我工具第一年是涨24875 第二年就是涨75125 那因为被病险项目刚好也是确定承诺 那个数字会对称 如果他是做公允价值地限 好那这个写完了 就请大家看分路了 第一个 好第一小题 公允价值避险 对不对 我们12月1号不做分路 为了管理需要 可以做别忘记录 那12月31号呢 对不对 工具涨了24875 这是避险金融工具 24875 那我现在就是公允价值避险吧 对方带避险工具之利益 一横 公允价值避险 24875 那代表被保护的是确定承诺嘛 那确定承诺大概就是输嘛 对不对 而且他数字会对称嘛 那我们这个就要写 其他流动负债啦 然后可以写一横 确定承诺 24875 那这边就是一个被避险项目之损失 甚至你可以写一个对取法 公允价值避险 那解答好像没有写 对不对 24875 反正这个避险工具之利 跟被避险项目之损失 这两个数字刚好对称 损利表就是附底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到了隔年 差五年的3月1号 那这工具长了75125 借避险金融工具 带避险工具之利益 一横供应价值 避险75125 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工具就调到多少 十万啊 是不是 这个十万块 收到钱 带避险金融工具 借现金十万 那刚刚我们的工具长75125 那被避险项目就是跌75125 借被避险项目之损失 你也可以写个DASH 有公民价值避险 然后代方代 其他流动负债 那这其他流动负债 到时候是要调整交易价格 那在综合损利表 这个避险工具之利益 跟被避险项目之损失 就是附底 那接下来果然要去买了 这个机器了 是不是 接方借PP 对方贷现金 那当天的极其汇率 当天的极其汇率 30.5 是不是 当天的极其汇率是30.5 那我们是50万美金 如果50万美金 乘30.5 对不对 就是大家带方那个数字 对不对 15250 可是你的机器不是15250 那因为你刚刚这边有其他流动负债 对不对 24875 加上75 有 那这个其他流动负债是要调整交易价格的 刚好就是10万块 刚好就是10万块了 对不对 这个其他流动负债就冲掉 这个时候平衡向PP1 它入负债就是15150.00 如果你把这个15150.00去除以 这个机器是50万美金 是不是 如果能把它除以50万 看看 应该就是30.3 也就是你的机器一定是用这一个汇率路障 你在第一天就要知道50万乘30.3 就是你机器的金额 第二题 如果你是做现金流量避险 答案还是一样 你的机器就用50万乘30 最终是这样 那不过这个分路就更简单了 因为第二题它要选择现金流量避险 对不对 那一样12月1号不做分路 为了换律需要 可以做备忘记录 那只做工具的分路 工具涨了24875 这避险支金融工具 你带 带方要带OCI一横 现金流量避险 但是我们不会去做被避险项目的分路 只会做避险工具的分路 那你这个有OCI 你就要做一个结账分路 对不对 结账分路 借OCI带OE 好吧 那个现金流量避险 我就懒得写了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的OE会写 现金流量避险准备 有没有 他会写一个DASH准备24875 好了 写就写了 现金流量避险的准备 那等到那个机器要买了 这个准备就要立刻调到机器去 对不对 好了 到了3月1号工具涨了75125 那现金流量避险 那被避险项目 等一下下面这边是不做分路的 被避险项目不做分路 好 那台方带OCI一横 现金流量避险75125 好了 工具现在已经变成10万了 借钱金10万 带避险工具 10万 那你这个时候 要立刻做结帐分路了 对不对 不是等到12月3日要再做结帐 因为我马上要买机器了 这个OCI一现金流量避险 立刻冲掉 对不对 借OCI一现金流量避险 带其他权利跟这不一样 现金流量避险的准备 75125 那这个OCI就冲掉了 那这个现金流量避险准备75125 加上这个刚刚这边有一个24875 是不是 那这样就等于几万 这个现金流量避险准备就是10万 这个你们解答分路都有 我这边写的比较乱一点 基本上这个就是PPE 对不对 那你除以50万美金 还是30.3 对不对 这个题目也蛮长考选择题的 不管你用哪一个避险 外币确定诊诺 可以选择供应家的避险 选择现任何避险 如果你是玩远期买进合约 你的机器 不管是选择哪一个避险 最终都是用 那个美金成 第一天 12月要敲的远期汇率 这样OK了